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我相信大家都在辦公室有 有些人不太喜歡 家裡看到有輻射的物體 所以會否有可能 我們看到的不是這麼傳統的天使 而是反過來 是一些很美 看起來覺得很心抗神儀的 裝飾品呢? 這個天鵝和這個玻璃 其實是代替了這個和這個天線 而他們的表現 比這兩個更加好 表面上是一個大哥田華 實際上 它是一個沙發 風筒只是表面的染色 試一上 它是一個沙發 它是一個沙發 至於這個玻璃 其實沒有什麼神秘 或者不適合的地方 也不是景色 其實這個只是我們在 裝飾店的舖頭 現成賣回來的 關鍵點呢? 就是我們去想出一個 以前沒有人想過的東西 就是玻璃可以做天線 我最初跟一些世界的 定級天線專家說的時候 他們都不相信是可行的 他們以為我開玩笑 他們用英文 Come on! Are you kidding? 直至我即時在我手機 我有一個影片錄下 讓他們看 他們會覺得 用英文來講 會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玻璃的折削率是1.5 這個數字會太低 我想也是很多天線專家 由這個 直根於他們腦袋裏面 自中學開始有這個概念 以至於限制了他們的想法 我們就去做一個實驗 就是把玻璃的折削率 這個數字 是在微波的時候去量度一量 我們發覺在微波的時候 數字是大幾倍的 大了幾倍之後 就可以足夠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鞋震器的天線 我們試過一個玻璃蘋果 我們試過一個大鬥鐘形狀的玻璃裝飾品 我們也試過把它應用在一個桌子燈上 我們也用玻璃鏡來做一個天線 即是你一邊照鏡 其實一邊那邊也是一個天線 都希望將來一天在世界各地 可以在商店或者不同人的家裡 看到這一種的路線 就是看上去 原來都不知道它是路線 以為只是一個裝飾品的平台 我其實很鼓勵年青的一代 是向創科這方面去追求 最重要就是 腦袋裏面挑出一個框框 不要被目前的東西所規限 就是這方面去摩擾品的一種 最重要就是 一種風格的一種風格 一種風格的一種風格 就是一種風格的一種風格